《詞・作曲 》 嘿你過來聽我說 在上水 和烂鱼乱下烂肉烂蘑菇 如果你想要power 你口气把他们通通塞进嘴里 嘿 Maggie 你不要跑得太快 看到怪 在奋不顾心就非常努拽 我为你打上风带 曾有天 会变得无可取代 穿过了龙汤与骨血 掏开了联盟的威胁 胜利的终点在眼前 吵起Maggie的梦合式视线 穿过了一款又一款 打败了一遍又一遍 世界 是不是太危险 引游散漫的某个性视线 之前 故意装掉了笑脸 现在 你俩是知道我的身边 世界 瞬间正在走一切 突然 发现 我的梦没你无法实现 就和你一遍 你们终于这些人 你不得更加速度 大家可以快点 你不得更加速度 你不得更加速度 我们下一次 你变得平大,就要有勇气打败比你强大的敌人 你那个凶的,这头没有还跟咱家讲条件 跟着我,你会变得很强大 小呆子,让你尝尝举报的威力 真好,让我发泄一下 跟我来,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的朋友,离开了 你别无选择,不然就只能让那个丫头骗子把会长的职位交出来 杀了他 哎呀,真可怜呀 会不会是骗子呀,最近这种事可忒多了 有胳膊有腿的,外面杀一只一级的野猪都能卖几个铜笔 得了,省牙一斤吧 得了得了,这类骗子都是有组织的 我跟你说,闹不好啊,刷你全家 小声点啊,别让阿听你了 MT,你的强力装备呢 哎,被一个叫K哥的流氓骗光了 什么,是谁,兄弟给你出头去 算了,你们斗不过他的 什么,不能够,你等着 你不想说点啥吗 来,坐,坐 来,我们露一般 一般以下为小 一般以上为大 我压大,你压小 我才不想当呢 又喝,这俩要饭的待遇还真不错啊 还有烤猪吃,比我伙食都好 成了,少说两句 一会儿一般要饭的来了,把你灭了 既然有烤猪吃,就施舍他一个子吧 得嘞,走吧 哇,这是俺第一次比MT先抢到钱 咦,MT咋了 看,钱呐 MT,怎么了 猎人,你真八卦 嗨 哦,马师好久不见啊 这两天你去哪儿了 我请道姐姑娘陪我去办了点事情 哦,什么事情 那天在南海打架的时候 突然来了个高级的联盟,还记得不 这两个家伙当时在和飞行管理员交流心得 嗯,这样啊 那和你们说了也不知道 早知道昨天应该留住萨曼 她肯定能帮上忙的 萨曼去哪儿了 她说你走了 然后伤心的回家耕地去了 什么,母猪应该挤奶才对 怎么能耕地呢 对了,MT 你还没有说完昨天发生了什么呢 法师,你留下和他们一起吧 我在这里有些话他们可能不方便说 我们先告辞了 嗯,好吧 那如果有时间 还要麻烦你帮我多留意一下她 好的,后会有期 诶,这位兄弟都是一个工会的 来见银林凶甲不 我觉得你买不起 原来是这样啊 其实我一直觉得MT是个可靠的牛呢 啊,真的吗 嘿嘿 原来是我不了解MT 哦,MT MT,你在搞行为艺术吗 什么是行为艺术啊 哦,像你等烦牛是不会懂得这种跨世纪的艺术的 看就像你们 我可以为此命名 一条牛 与一根巨魔不得不说的故事 某故事 我被人骗光了才这样的 哦,是吗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呀 同喜同喜 好了,你继续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哎,丢人的事 还要说这么多遍 好,快说 到底是哪些英雄好汉做了这些行侠仗义的事 我,我要送他们银林凶甲去 哦,我实在是太激动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么蠢的骗术你都会上当 天下除了你这个废 不,除了你们这两个废物外 不会再有第三个人呢 就回到了 我爹地可牛了呢 艾姆听 你说的就是这三个小素仔子 是啊 你就一点愤怒都没有吗 不想去报仇吗 为什么 他们不是骗了你的钱吗 就是 靠 老子都忘了 艾姆提 你不能这么傻 咦,你这个黑牛 竟敢等老子的路 把我的钱还我 我爹地拼的就是你 我爹地拼的就是你 你这个黑装备没叫眼的牛 哦,你们这么做就不对了 虽然 你算老子 瞧你那熊娘 也敢跟我说话 大 大小兔崽子 敢跟安德也叫板 走,MT 咱们打副板去 钱没了再打呗 你们等着 我告诉我大兔崽子 我叫我大兔崽子 你 有什么话就说吧 是 大小姐 我多句嘴 我认为现在首要的 我应该是继续寻找她 为什么 她给您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您现在面临的是 会长的权力的得失问题 他们会继续拿这件事 来给您施压的 一旦权力落到他们手里 您哥哥临走前的心愿 岂不是全部毁于一旦了 你说的对 但我只是个小女人 又如何统帅三军 一点也不少 不过 你也不能一味的找你的老相好 而逃避现实啊 你要再敢提这三个字 大小姐西路 大小姐威武 爱意兰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一定要保护好大小姐 好了 我们上路吧 到了敏耐西尔岗以后再做休息 恐怕到之前还要再休息个十几次 哦 这么说 他们要求你退会了 既然如此 你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撑下去了 我们这边基本已经准备好了 还有 你也应该叫你那位大小姐知道些什么了 不然 不然 他这么调查下去 早晚会查出些什么 反而有可能泄露我们自己的计划 怎么说 那个联盟 就是前几天南海之战士来增援的家伙 你要有紧张 谁有可能来增援他们 我只是比较在意这个人 为什么不驾驭那样的人类 还记得那天与我交手的人类法师吗 咦 早前那个双眼没有交过 很早之前我在石爪山做任务的时候 也遇到过那个法师 自然打了起来 虽然没有打赢他 但他也没有占什么便宜 随后我原本打算尾随着他找机会再偷袭一次 谁想他约了几个联盟会面 我不得不放弃偷袭的念头 但是 在他会面的几个人中 就有这个来增援他们的骑士 那有什么奇怪的 我原本也没在意 但是那天法师见到这个骑士后说 想起了什么 这是我法师有什么连续 事后我问过法师 不过这家伙 除了想办法做各种面包外 似乎并没有想起什么有关的内容 但通过零星的片段 我觉得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或许会涉及到我们整个部落 什么 嗯 好 那就这么决定 我去找大小姐说明此事 你回去继续准备吧 不要让她知道的太多 她的性格 你再了解不过了 嗯 我知道 他们分开了 我还是觉得跟着他们去看看比较好 剩下的事交给你了 暂时不要对外透露 你一会直接与他们会合吧 那回合之后联系我 啊 你这紧张的家伙 臭毛病什么时候能够在 哦 又穿回真身破烂了 知足吧 看猎人从全身强力装备到光定 一瞬间 经历了人间大喜大悲 好了 我们出发吧 哎 对了 呆贼呢 就是就是 我一直没有找到梅吕 蜜潭也不理我 我们在说呆贼 吕 你在干嘛 一定又在想什么不要脸的事情 我们要不要去找散烂呀 那你得问问这个没叫痒的家伙 等我变墙里 再去找沙满吧 哦 那好 我们出发吧 剃刀沼泽的干活 为啥去剃刀沼泽啊 我也不知道 导演这么安排的 啊 啊 啊 好 好 好 全部 有一个 有一个 感谢观看